Hello 大家好 Raiwan desu 这一轮要来打第33回的Vachar大乱战 Vachar Dokkan大乱战 稍微来看一下 这次Freezer的属性是极力 这次的关卡应该会蛮好打的啦 因为素数毕竟在现在来说是真的强 直接压过去就好了 那么前面的关卡就还是一样啦 都相当简单 因为毕竟都还没有改变关卡 前面的都是很简单的 那个下棋战士跑到哪里去了 这边的话我想一下 可能要稍微改变一些了 因为这一支是对 Freezer最凶一族专用的 这样的话只要留着 这边就稍微麻烦一点 OKOK Rat it 好 就这样子的简单来打 OK 好 这样子也是可以 那一支巴达克就留着给最尾的关卡来用 毕竟他对最凶一族是有特效嘛 一定是要跟他留起来的 OK 这个的话 氏足越多打越痛 有颗 有颗 OK 好 然后他达巴给极限在觉醒 那么就不难 不过这个大乱战将打这打这其实也是 熟了过后就不难打了 主要就是用对属性的角色 是吧 这样子 大概的这一轮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毕竟这次是特杰坡 速速 克速吧 可以再打回去 不过有看到有一些大佬 用这一颗巴达克小队的队伍 可以把那个悟空转给打过去 那个真的是有点佩服 好猛 真的是超强的 而且很有耐心去把整个队伍给 偏排好来 因为这个要这样打上去的话其实蛮难的 接着就是 这边的话就 有用极细的啦 极细我是偏弱的 OK好就这样子 40万的血量 不过这个极细的队伍在气力上是相当的缺乏 比较麻烦一点 OK OK 几乎会把那个给刺到完位 麻烦 算了啦 看布罗利先上好了 而且他刺足越多打越痛 哈哈 哈哈 这个的话 完全开不到招 其他人就完全开不到招了 好烦喔 OK 248万 相当的猛 这只超山布罗利我看也就只有在这个大乱战上来来使用了 其他方面的话 应该是相当困难啦 毕竟赤足 赤足就降防这一点真的是 金价痛扣啊 不太不太想去弄这个东西 这一个就让他上好了啦 感觉威力应该会比较猛 OK好 Let's go 这一个技术这边有一个是 南极王神细手的那一只补物 因为我只抽到了一张 所以有点懒惰去把他给弄上来啊 现在说是很强啦 那一只 如果有抽到开路的话 我看我就会去给他练起来 然后再把他的连接给练上来 然后搭配这一只 交替谱 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吧 好像钱不够啊 好 这么就是只能这样子啦 怎样也是可以打得死这一只了 这只机器人家熊 南极王神细手的补物 今天这之后很强 可惜就是 我只抽到一只 懒惰把他练上来 而且还要花很多大戒王来给他练祭 小浦 小浦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物理可以打到免费的 所以就蛮烦的 OK 龙石入手了 nice level 2 超智 提鼠 OK 没问题 这一边的话就这一边的话就这一边 好 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机场版boss 提鼠的机场版boss 我还不够充足 要不然的话就用机场版boss来做队长就行了 稍微可惜了 等之后再练上来吧 练上来就OK了 OK 这边应该不会太难打 尤其是有这只大王在 这只大王的火力好像是蛮猛的 我是说上次是为了那个 金佛的那时候的模拟战 特地把他练上来的 结果就完全没有效果 我还是靠着好友的变身金头 才破那个关卡的任务 两规和内通关那个的路 我那个真的是打起来非常的不爽 太麻烦了 我还特地把这个给变出来 花了我好多的老街玩 真的是不划算 这一边的话 没什么难度吧 提属的话 集体的这个属性 我个人还是偏弱的啦 还蛮希望以后可以补到一些比较强的角色 之后就是 期待这个库拉可以 极限材啦 这一轮的话是那一只 Super Bochita 自属的 官方还蛮跳吞的 突然间就跳起了 抄袭了 有一次会把极限材的5只给 极限材玩然后再跳来抄袭了 不过这样也是 可以啦 因为极限材剩下的两只就是 库拉跟 那一个 那一个 邪恋波 这两只都是非常强力的角色啦 所以 可能 应该就是说了 蹲得越5 就跳得越高啊 到时候出来的能力应该会蛮猛的 隶属的话就 这样子啦 最简单的 恐怖伟神兔 配上那个变身强化 其实两个都是变身强化队长啦 然后那个 邪恋波就没你把他给放进来的 蛮期待邪恋波会怎么改他的那个技能的 邪恋波也带出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 OK 随随随便摆好了 这边的话绝对是容易打的啦 极力队 极力的队伍者 现在真的是超级强 尤其是现在又有 那个 摩基克 变身摩基克 真的是超恐怖的 但是变身摩基克 强到爆炸 极力队真的是 大幅提升 这一年的极力队前 是提升到非常高 非常高 超级猛 差一点就挂了 没有一人灭掉他真的是 有点可惜 OK好可以抬载就够了 390万 轻轻松松 390万 就是猛 这一只大王真的是 极限在之后 威猛无比 太好用了 用在这种地方真的是超简单 所以就是没有去把大王给打出来的 就尽快的去把他给弄出来了 真的是非常有价值啊 想不到顶三决战的 弄出来之后 这么的强 非常期待其他 其他角色 就是这两只 就是这两只 39万 强 这只伯洁克终于 终于拯救上来了 这一只新的变神伯洁克之后出来 他们两只搭配简直是超异的啊 忙到不行 这一边就 爆 可以吃猪吃到爆 剩下的嘛 就留给下一回合好了 一来就披萨 跳舞要这么晚 但是 没问题 完全成了就 美塔利库拉军团 库拉军团 这一百一战士的机场版其实还蛮好看的 整体的节奏上面来说 都OK 总单书看到那个 悟空跟Begita好不容易打死第一只美塔利库拉的时候 结果后面那个库拉军团站出来 哇真的是超绝望的 可是结果竟然最后是被 一粒气功弹就炸死了 超好笑 哇每次都是剧情杀 像那个布罗利也是一样 根本是打不死的 最后也是一拳剧情杀 蛮可惜的 不过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 演不完的 悟空他们应该会团灭 太强了对面 好 前面的两个level解决了 接下来就 Lv3 Begita Begita的话这些 一直这样打下来都记得他的那些 打法了 不会太难 这一边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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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又一个120%再加上 90% 可以了吧 只有40万的血量 OKOK 尤其是这个 修技悟空现在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都可以开到草地 刚好 这个是需要 5颗猪 OK有 这只也是可以破百万伤害的 哈哈哈 这只鬼魂的物体克斯 极限这个时候也是棒棒的 很强悍啊 非常值得用 这一只Begita我看 应该不会太难打 两发必杀应该是扛得住 不要被他先攻 其实应该是还OK OK OK 4万一 接得下来接得下来 没什么问题 就看下一回合的 对王牌啦 再再忘了看 下个分位 OKOK 这样子的话 是蛮简单的 可以 开得到招 好 开得到招 超必杀 有 这一回合应该就可以把Begita给解决了 这边前面的悟空 攻防都非常的猛 话说 今年等下 12月尾的WDF 从这个WDF 就可以 看得出 按照前两年的做法来说 这一次的WDF 应该就能够看出 明年的全世界同时CP活动 的最终卡了吧 我目前心里有两个设想啦 就是 赛亚人篇 如果这一轮的话是出 悟空跟Begita 黑法悟空跟黑法Begita 就是那个 Begita刚来地球 地球拳的时候 那个形态 那么 应该会 相当的 相当的 可以期待 全世界同时CP是 那个 纳美克星篇的中战 从赛亚人篇一路演到 演到纳美克星篇的结束 可能12月份就悟空跟Begita 然后黄金周就是 Begita 克林 悟范三人组 以及勇士特战队 这样子 超戏跟极西对分 然后去到最后一战的话就是 超赛悟空 跟 全力佛 这样子 感觉也是不错 然后 另外一个 想法嘛 就等一下 先打完了Begita 大马就 OK 悟空这一边就带 混血赛亚人 混血赛亚人 每次多了一个 连结 多一个category 那个类别之后 其实弄到会搞乱 然后 然后 大概就这一些就好了吧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好兑换的 换掉这个超赛 超赛悟范 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啦 因为这只悟空 我这个队伍是没有风际的 所以需要靠这个 这个悟范来挡 OKOK 就这样子 那么sorry 另外一个设想 另外一个设想的话 就是GT片啦 直接从 贝比片那边他们悟空 出去找龙珠那边 直接开始 一路打到最尾 一路打过去 打到完 这样烦 开不到招 然后就 就靠自己吧 靠自己吧 全部开不到招 第一轮都开不到招 噢 妖怪我 烦 OK好 就 可能就重新 因为BABY的话 上一轮出这个BABY的话 是 2019年 那个 4周年过后的那一只L2 所以可能出一张限定卡 也是 不错的选择啦 OK好 就这个样子 KB 可是 超系 其实我也不知道 GT该用什么人选 会比较好 这一点是 蛮 困扰的 没太多 GT的话 太多角色了 可是 一开场 他们GT开场的话 就是三人组 可是GT三人组的话 已经出了一张L奥了嘛 所以就 想要来搭配 其实还蛮难的 没有什么太好想法 要不然就是 呃 悟空 超山悟空吧 再出一张超山悟空 限定的超山悟空 可能也不错 然后就 之后嘛 再 黄金周的话 就 悟空 又是悟空 如果这样子一路下去 全部都是悟空 因为黄金周就是讲 打17号的篇章 OK 58%的减章 可以轻松抗 又是 好像 整个GT篇都是在悟空 在打坏人嘛 打敌方 打敌对的角色之外 好像都没有什么角色的 比克是在 在那个超17号篇 有一点 作用啦 可是感觉还蛮少的 不太适合特地 出一张限定塔 给他的感觉 真的是超17号篇 就没什么太大的想法 然后 到了那个 因为我是以在 全世界同时 CP可以害起来 来做考量的 所以到了那个时期嘛 就 肯定是 超市 双人合体 一定是最害的吧 这样子来联想 然后用那个 超市 超市合体 然后 极细的话 一行龙 一行龙第一次不是被打吐龙 全部的龙族 全部被打出来 然后重新吸收回来 也是蛮爽的 然后 而且 我很有记忆就是 最后他把龙子吞下去 又变回 七颗 七颗龙族满的 超一行龙的时候 哇那个 超级 那个画面 是蛮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 这两个篇章都蛮有可能的 至于龙族超的篇章 因为今年 补了蛮多龙族超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 不会再 再来多 不会再 绕多一次 这个篇章了 不然感觉好像 角色都触到七七八八了 没什么好处的感觉 这个打得好像有点久 没关系 整体下人都是这样子 攻击力 不是他那么的高 这个就 今年WDF的两个设想啦 反正大乱战都蛮无聊的 稍微聊一聊 哈哈哈 不过就我个人来说 我是蛮 我比较期待的就是 黑法悟空跟黑法北极大啦 虽然说他们的链接 比较不好打 但是 这个篇章真的是太经典了 北极大跟悟空的初次相议 树敌之间的 虽然说最后变成好拍档的啦 哈哈哈 可以期待啦 可以期待 这一人就超体 超体这边就肯定是纯粹赛亚人 带这一边好像是 比较OK 赛亚人 纯粹赛亚人 再来最后 马就 17号来做个普助 应该是OK的 这样子来组的话 OK 苏鼠的队我准备了两个队伍啦 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一笔 小毕萨 简单 刚刚好 下游人的话 是 Kerry 跟 超兰双人 简单的 全部顺位都排得蛮好的 284万 相当的猛 哇这个被列入纯粹赛亚人 纯粹赛亚人后 这个双人 踢双人 真的是猛到不行啦 可以吃到的加成 更多了 喔 提鼠的超传物停克斯 蛮期待他的那个 极限z 不知道会给到什么东西 希望可以是暴力一点的 越暴力越好 两颗红猪 OK 这边的话是吃这个技术的 够猛的吧 这个 猪只吃了那么多 越多刺越多猪越强 OK 第3发 没有 可惜 没有第3发 这边的话 可是如果 随意想啦吼 在 全世界通知City这个活动中 要大卖的话 我还是觉得 出融合结社 一定是卖的 不管是 狗奇达还是 北极多 就算我们嘴上一直说 诶又是狗奇达又是北极多 但是出来的时候 照样是乖乖掏钱去克 真的是坏习惯 可是没办法 狗奇达跟北极多 一丢出来 有谁忍得住喔 帅到爆表 OK 苏鲁空细普 这个技术已经被苏鲁空细普给占领了 算是蛮简单用的 站第一位 有 有 OK 这样子就漂亮了 这样的话 超赛 顶上的悟空是可以超必杀发动 有 nice 这个下去真的是爽 可是就真的是 不够那个第一形态的 Frizia Sama来啦 这是真的是 没办法比的 诶 有没有机会一轮过把他给红包掉 差一点再来 连击 没有 这样的话要等下一个回合了 稍微可惜了一点 这一只 所以在这一次的WDoCANFACE就可以看得出明年的全世界同时CP啦 就能为我们的龙石做好准备 需不需要存 不过按照平时来说哦 以前周年 不过因为明年的周年嘛 已经确定了 肯定是那个 嗯 那只叫什么了啊 极悟空了嘛 所以还蛮 蠻期待的 所以还蛮 蠻期待的 这样子的 急性的LL 就 到时候再看了 反正大概 这是宇宙省存片的角色了 没理어가出 Gi LET嘛 哦 不过就是Hitto 我很希望是可以出一隻LR的Hitto Hitto這個角色我總是覺得太可惜了 這麽強 可是...而且也是蠻帥的 還是他的人氣不高啊 我是蠻喜歡這個角色的 這隻悟空感覺擺進去就... 不是太好吧 最後一隻嗎 這隻好像要留來做隊長 第二隊 算了啦 不用管他了 直接上 他跟悟空搭在一起才是最強的 就這樣子 這個Visa這一輪是隸屬的整體來說 在素數隊其實也有兩隻是對他的特攻啦 一隻是內魯 一隻就是那個... 巴拉克 我去...有點煩 這個他直接變身會不會比較猛啊 現在還是可以疊攻疊防吧 看一下齁 不好意思 攻防提升 因為有點忘記啊 背兜了 自身的攻擊 180%up 然後防禦力100%up 極細的敵人攻擊的時候 全屬性效果8000 登場開始的5回合內 自身的氣力加3 彗星迴避18%up 然後受到的傷害18%減輕 最強一族類別的地方存在是 必定最佳攻擊高竊力 機閃發動 那我必定會行 那還說什麼直接變啊 不用想太多了吧 這麼忙 尤其是他的戰鬥業 真的是太好聽了 我不得不稱讚啊 這個爆雷擊斬 他們的... 在音樂製作上面的水準 真的是好高喔 這戰鬥業真的是做到太...太high了 哎呀... Begita開不到早 啊...算了 這輪走不定真的是會翻船喔 有點怕怕 翻船就好笑了 最強的速數對盡要翻船 來吧 法達克 280萬 呼 咕咕咕咕 呼呼呼呼 287萬 連擊連擊 NICE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這樣猛 一千萬的血就這樣怎樣 就這樣把他給打掉了 超...超猛有沒有 沒有... 猛到不要不要的 靠...痛... 10多萬的血量可以輕鬆的補回來了 我去... 竟然這樣搞 有沒有搞錯啊 為了... 補血是補血啦 可是他把他的那個必殺技給瘋掉 真的好想要罵 先啦 把血給回回來 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這樣子啦 立殺開了過後 防禦力就up上來了 好吧 也就只能這樣子啦 想不到那個可以三連擊耶 我的法達克是沒開過路的 突然打了一個三連擊出來 真的是震撼我心啊 太爽 又來 很痛對不對 OK OKOKOK可以可以 扛得住 扛得住 沒有的 竟然瘋掉了他 嗯... 那麼就... 無犯... 哎呀 好 很可惜 這樣子 不過我看這一輪應該是... 就能解決到戰鬥了 巴達克這一邊開不到招 真的是可惜的 不能再看他表演 好會瘋喔 這隻震撼 專封打他 痛了 490萬 更猛 直接請掉他 好 輕鬆的一輪過 一對就同關 全部關卡都一對同關 這一輪好像打起來 是比較快了一點的感覺 4分多鐘 就解決掉他了 OKOK 還蠻不錯的 啊... 就... 巴達克啦 巴達克真的是猛 那個三連擊真的是給了我很大的驚喜 OK 打完了 來看一下 跑拜拜 來 欸... 巴達瑪吉塔 然後接著就是... Lv.2的... 裝死 然後... 超級物補 然後... 施拉克 施拉克 施拉克的話 麻煩一點在於... 他比回血 就這樣子 然後接著Lv.3 Bageta Bageta要注意的點就是... 在於他的必殺啦 因為他是必定放必殺的 要小心一點就好 不要讓軟弱的角色去擋 然後這個是... 超戰悟空 超戰悟空比較麻煩就是在於... 要扛下他的那個... 超...那個大必殺 很痛 最好是放減傷的 要不然就是防禦技能 然後就... Metalcura就沒什麼好說的啦 硬碾 或者就是用降攻 這隻也是一樣 硬碾 或者就是降攻 他們這兩隻都是可以降攻 還算OK 然後最後的Gordon Frieza 因為他是隸屬的是... 以目前來說 超強的速數就... 還是蠻容易打的 血量又高 而且... 只要有... 悟空悟犯這兩隻都有的話 隊伍的加成很高啊 所以就... 不難 真的是不難 OK 那麼這一次的大亂戰 就算是還蠻輕鬆的給打完啦 哈哈 好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またね